代表安妮娜 拜登公佈 就是說他的團隊公佈將會在 接下來的星期二 他會宣佈參選美國總統 而共和黨 特朗普稍微佔先些 但是你看到民主黨是極其團結的 雖然有兩個出來挑戰他 其實這兩個不會獲得提名的 為什麼 其中一個是小金賴迪 我相信他是不會得到提名 拜登將會以無敵的姿態 成為了代表民主黨的唯一參選人 但是你看共和黨 共和黨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的當然就是德桑蒂斯和特朗普 表面上特朗普依然是佔先 平均來說佔先十幾個巴仙 但是主流傳媒不停地跟德桑蒂斯做勢 而德桑蒂斯是得到很多的金主 尤其是保守派 就是那些歪勞的金主支持 他是有力一拼特朗普的 但是你就看到共和黨從來都是屬於手勢 因為他們不善打選戰 也都更加自命稱高 高人一等 這樣的心態會不會在近這十幾二十年裡面的 選舉上高他們落敗 民主黨他們要贏 他們會統一 即是等於你看到的就是台灣的民進黨 共和黨就是台灣的國民黨 到今時今日仍然四分裂 我佩服和支持特朗普 但是他的政策上高 或者他一些很不好的地方 會令到共和黨會分裂 包括德桑蒂斯在來 當民主黨已經整合的時候 你看到無論是拜登 他有的污點或者他 究竟有沒有腦退化 這些全部都會全部的人走出來去遮掩他 然後統一戰線 甚至亨特拜登的案件 你也都見到民主黨也好 或者你看到主流傳媒 他們能夠動用到的輿論機器 全部都會在拜登面前捉起一部圍牆 擋住所有的攻擊 然後為拜登造勢 而共和黨 共和黨 包括特朗普在內 包括德桑蒂斯在內 他兩個人現在在互相攻擊 他們應該的目標是向拜登 然後大家擺出來 誰可以奪得2024年的總統大位 而不是互相攻堅 特朗普和他改花名 甚至揭露他一些做教師時候的事 而德桑蒂斯簡直跟他說你不乾不淨 你用推特治國 兩方面不停互咬 而德桑蒂斯又泡琵琶半遮臉 已經在七個州份做了演講 甚至公開籌款 獨獨製不肯宣佈 機關算爆 暗裏做事 但是又擺明跟特朗普對著幹 而特朗普因為官司前身 跟著在很多演講上 雖然那個矛頭都指著拜登 但是更多的放時間下去 德桑蒂斯 被人看到是龍女雞 窩女犯 共和黨也就是這樣必將分裂 很簡單 支持特朗普的人會更加支持他 但是大家要明白 中間選民怎麼看這件事 民主黨已經調整了機器 全力這樣在那裡捉牆 然後針對共和黨的弱點 表面上你可以見到 見到 無論是眾議院 或者各方面 他要拉你特朗普出來 他想辦法用官司前身 造成了一個既定印象 他不是要告贏你的 他最主要是讓你退選 即使參選 你醜聞前身 跟著令到中間選民的厭惡 在這裏的時候 他們統一戰線 連大法官湯瑪士 都要拉下來 聯邦大法官 由特朗普治下的時候 變成了6比3或者5比4 而真正的保守派大法官 從來沒有動搖過的 那個就叫湯瑪士 湯瑪士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 也是共和黨 一個標誌的人物 要打特朗普下來 要令你潰不成軍的話 矛頭就會指向 湯瑪士大法官 而湯瑪士大法官 因為他跟他的好朋友很好 過去他們幾家人會經常都會旅行 而這班所謂的叫做 共和黨的最大金主 跟他從小玩到大 很多時候 因為他有私人飛機 有私人遊艇 我沒有理由收你飛機費 我去到哪裏都有別墅 這樣一個招待 而這個是法例容許 就是他有申報 也有法例容許 但是最近改了 就是說這樣的招待 不能夠超過多少錢 湯瑪士當這條新的法例出了之後 他也沒有再接受 這位所謂的共和黨的金主款待 但是民主黨就咬著不放 法律是沒有追溯力的 現在全國民主黨就咬著湯瑪士 說他的道德操守有問題 他沒有犯法 但是他們也不能夠起訴他 但是他們在道德委員會就投訴他 意圖就令湯瑪士都要拉下來 令他的公信力受損 民主黨實際上 在去年的年中 已經陸續地調整過他們的方向 無論是哪個警場 你看到拜登說 哎呀我要做 對非法移民嚴厲一點 接著加警力 確保治安 全面特朗普化 甚至增加石油 以抗通脹 妹妹所做的事已經違反了他的選舉承諾 特朗普化之外 就是說你選我和選特朗普 其實大家行的東西都差不多 起碼有六成相似 他們要的就是民主黨能夠延續四年之後又四年 但是共和黨到今時今日還在互相施壓 即是說特朗普中美或者德桑蒂斯 他們是要打殘對方 而不是那個矛頭指著拜登 被保守和這個中間選民看得出 那是誰才是誰才真心為美國而行的 美國再次偉大 其實最主要就是不能夠被美國全面急速轉左 這場選舉 這場選舉 民主黨開打了 共和黨到今時今日 還是四分五連 當兩派人在互咬的時候 到最後必然有一派輸了 輸了他心理不舒服的話 他就不會全力支持贏那個 不過2024年究竟是不是特朗普對拜登 大家儘管拭目以待 再見